很多明星或是演员之间的关系通常都是比较铁的,毕竟是在一个行业一个圈子内共同发展,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人家多赌强,能够多一个朋友可能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在娱乐圈中人员非常好朋友非常多的明星有很多,其中就有我国著名演员潘长江,她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会审时度势,而且接人在物方面非常优秀的人,她的朋友遍布很多行业,其中有一位女星非常著名,那就是妮景阳。 妮景阳是一位非常非同一般的女演员,她的年龄在女星中不算大也不算小,但是她有一点和很多女星甚至和一部分女星都不一样,那就是快四十岁了的妮景阳都不愿生孩子,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 朋友潘长江都为她伴仇,毕竟潘长江老师是一个非常热心肠,非常乐于助人的人,妮景阳和她的关系也是还不错的。 妮景阳的五官十分的精致,颜值也非常非常的高,很多人都很喜欢她。 她曾经在张卫健和谢霆锋,林贤主演的古装制《小鱼2》《玉花无缺》中,有着浓木重彩的戏份,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女星。 妮景阳还有一处是和别的女星区别非常大的,那就是她的身高。 妮景阳的身高是一百八十二厘米,这样的身高是超过了大部分的男女演员的,这样的身高也曾让很多男演员在和她一起搭戏的时候都感到压力三大。 许多男星都不想跟她拍戏,毕竟妮景阳的身高在女星,终实在是太高了。 不过如今那女景阳由于业务能力强远激进战,所以她曾在如果,啊,这部剧中的表现才能受到众多网友和粉丝的肯定。 她受人喜欢是有缘编的。 如今那女景阳已经是我国著名女演员了,有诸多影视剧作品保障的她,事业方面也称得上是蒸蒸日上。 希望你景阳能够越来越好吧,不过是否生孩子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别人是无法干涉的。 希望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关于快四十岁了都不愿生孩子,潘上将都为她犯愁,男星都不想跟她拍戏的事。 各位观众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编一起讨论,看完别急着走点个关注。 评论里,留下你想看的东西,小编给你抄给你写。 毕竟老话说得好,只要观众现在心,小编就能开飞机,抬起你的手,跟我文章走,分享点一点,人人是老铁,本文为作者原创文章,禁止一切形式的超级于转载,如有发现必将追究责任。